正午的阳光穿透树叶之间的缝隙 照射在谢霄身上 他一心要攻击陆毅 可又力不从心 挣扎之下 身体晃悠的越发严重 陆毅冷眼旁观 见谢霄整张脸都呈现猪肝涩 怕他当真受内伤 于是从怀中掏出短剑 拔出后纵身一跃 只听扑通一声 谢霄实实在在地摔了下来 好在他是练家子 着地之实 施展工作为缓冲 也没受任何皮外伤 谢少帮主 哪来得回哪去吧 说完陆毅收好短剑 大不往回走 去寻找惊吓 姓陆的 你等等我 谢霄追上去 不得不硬着头皮说道 我知晓自己行事轮网 给你和惊家添了不少麻烦 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 陆毅脚步逐渐放慢 雨太平静地说道 谢霄 希望你说到做到 我谢霄几时说话不算话了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陆毅用不冷不热的眼神 瞅了一眼谢霄之后 加快脚步去跟今夏会合 大人眼神好友内容 陆毅心中甚是不想谢霄 跟他们同往红叶镇 可他也知晓 谢霄与乌安邦 绝对能在危难关头 助他们一臂之力 从大局着想 陆毅只能同谢霄合作了 大约过了一展茶功夫 远远的 陆毅看到今夏等候的大流数 网树下一看 竟然连个人影都没有 炎热的南部正午 陆毅硬生生出了一身冷汗 谢霄 今夏不见了 咱俩分头找 好 姓陆的 小心点 一个时辰之后 在这碰头 谢霄语气甚是严肃 眼神坚定 全然不是往日的模样 关心则乱 陆毅呼喊着今夏四处张望 却没留意今夏在柳树旁 大青石上留下的自己 大人 我去找些水喝 很快回来 惊吓 陆毅脸下心神仔细观察 柳树下的杂草丛中 隐隐约约有条小路 若非他是锦衣卫 最擅长观察地形 换作旁人绝对发现不了 大人好生气啊 陆毅当机立断 沿着人行走过的路追过去 他轻功极好 又担心惊吓 一眨眼的功夫 已然越过无数棵柳树 突然 一栋木屋出现在陆毅眼前 因不知是敌是友 他停下脚步 眯眼仔细查看 那是三间小木屋 对几棵百年柳树环绕 四周种满了棋花一草 微风吹过 柳枝和花草轻轻飘动 传出阵阵幽香 宛若仙境一般 陆毅环是四周 没发现任何不妥之处 又急着寻找惊吓 就算刀山火海 他也会闯进去的 何况只是三间木屋 这时候 木屋中传来说话声 夏儿 来来来 尝尝为师的西湖龙警察 谢谢师傅 惊吓的声音听起来甚是甜蜜 陆毅脚步一顿 心道 惊吓的师傅 难不成是杨成万 可听声音又不像 而且杨捕头断然 不可能出现在此处啊 心思缜密的陆毅 见过太多耳鱼我扎之事 单凭惊吓的声音 还不足以让他放下戒心 也同去品茶 陆毅隐约 秀着奇花一草的香气 放轻脚步打算 去小木屋一探究竟 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没等陆毅靠近木屋 里面竟然传出一道 红亮的声音 义儿 我早就看到你了 快进来与夏儿 同品为师的西湖龙警吧 这熟悉的声音 陆毅一时有种恍惚 宛若回到了 儿时的那个冬季 那个时候 陆毅娘亲还在世 父亲和母亲甚是恩爱 不老教了他很多武功和英律 还有那首桃腰 陆毅放下心理戒备 步履轻松地走过去 上了台阶后 推开房门一看 果真是陆毅昔日恩师 木老 阳光从门口射进来 映照着木老的脸孔 只见他这一身白衫 虽眠过花甲 气质甚是出尘 合法童颜 目光炯炯 恍若未曾见人间烟火 这位先锋道骨的世外高人 仍旧是陆毅儿时记忆中的模样 大人动心了 师父 树子未见 您看上去 依如一儿小时候般扛见 陆毅拜见过木老之后 扭头看向惊吓 大人 惊吓转悠着眼珠站起身 双手左翼 乐呵呵地说道 陆大人 按照拜师先后 悲知应该喊你一声师兄对吧 陆毅微微重美 苦笑不得 心中明了 惊吓依旧没恢复记忆 昔日 木老和杨成万经常飞歌传书 因而木老知晓惊吓是一之事 他冷眼旁观 见惊吓看陆毅的眼神 甚是陌生 而反之 陆毅每看惊吓一眼 都带着情意 他略带惆怅的望向窗外 只因刚刚他以为惊吓把过脉象 脉象混乱 想要完全康复 尽管木老自负医术高超 但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三人没说上几句话 谢霄风尘仆仆闯进来一看 当他看到惊吓和陆毅手中精致茶杯之时 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他在柳树林中转了好久 连陆毅都不见了踪影 远远联想到刚刚自己踩中的陷阱 以为惊吓和陆毅都遭遇了不测 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就在谢霄的眼泪都快流出来的时候 他发现了小木屋 大人喜欢上惊吓了 就在陆毅和惊吓又在品茶之时 谢霄在木屋外不远处 抓耳挠腮 上蹿下跳 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因他误以为惊吓和陆毅这了坏人的道 惊吓 姓陆的 你们也太过分了 谢霄气地跺着脚 执着陆毅大声嚷嚷 老自以为你们也踩中陷阱了 在柳树林中转了那么久 你二人却再次品茶 陆毅和惊吓对视一眼 二人心照不炫地笑了 笑什么笑 有什么好笑的 谢霄还想说什么 发现了站在房间西窗旁的木楼 愣住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